另外在昨天晚上2012年 沦敦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发布仪式 是在居庸关长城龙中举行 中国龙的概念成为了这套冠军领奖服的核心元素 昨晚冠军龙服的出场环节颇具创逸 两条3D技术打造的金色巨龙 沿两侧山脊上的长城城墙蜿蜒而下 高悍的龙吟喝开了天下第一居庸关居庸关的关门 在前跳水奥运冠军郭金星的带领下 冠军龙服展示队伍一共而出 不得不说这套衣服穿在郭金星的身上 给人的感觉是 它的终点还是冠军领奖台 运用了大量高科技元素的这套冠军领奖服 突出的核心是中国龙的概念 中国人被称作龙的传人 今年又正好是中国的龙历龙年 反体制的书法在开始的一点 我们把那一点幻化成为龙头 然后在龙尾的笔触上面 我们是把一条泰晤士河的一个 大家知道泰晤士河蜿蜒曲折 穿过伦敦市区 把泰晤士河的一段的形象 和龙尾做一个结合 在中国书法和龙的神韵上 把它做到极致的一个体现 银鱼八旬的书法家张珍易老先生 将自己书写的第一稿龙字 郑重地保存了起来 我把关注龙腹的第一稿龙字 赠送给中国队第一个获得金牌的获得者 以此来鼓励中国队的运动员 去得更好的成绩 现役运动员试穿之后 也对这套领响服包奖有加 这次的领响服穿上感觉特别棒 听工作人员介绍说 采用了很多的高合体手段 所以穿着很舒适而且很美观 冠军龙服揭晓之后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小敏 与安踏体育用品有钱公司 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先生 在雄伟的军庸官之前 完成了冠军龙服的交际仪式 期待一个月之后的轮吞赛场 有更多的中国剑儿 穿着这一套冠军龙服 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 感谢观看